朱玲玲,緬甸華僑 十七歲憑著美貌智慧成為選美冠軍 十八歲加入豪門 同華式的婚姻成為一時佳話 可惜她四十五歲宣佈離婚 其後分別傳出新戀情 最近又被傳語前夫復合 究竟這位供應最漂亮的講者 面相又可否顯示她情歸何處呢? 好,我們馬上看看朱玲玲的相片 師傅 師傅 人人都知道她好不好了 我看沒甚麼挑戰性 不如派你去看好一點 我嗎?好,我試試吧 我試試看朱玲玲的上庭 她的額非常高,又飽滿 對 師傅年運非常好 但你看她發覺有一點點癌痰嗎? 發覺這個位置 原來說十五、六歲 就說讀書的時候 可能要障礙或者轉學校 或者家人爸爸的緣分就沒那麼好 所以這個就會癌痰 但她也非常漂亮 十九至三十就立即很漂亮 漂亮得很重要 所以她很早就教了給學生 很早出名,或者很早有錢 或者很早幸運 然後對眼睛黑白很分明 又很有神 還有桃花眼 這個是桃花眼? 這個是好的桃花眼 不是壞的桃花眼 因為桃花眼 我們有分三個關於桃花眼 以及正式桃花眼 甚麼叫正式桃花眼呢? 這個要畫給你了 因為我們再看很少例子 看到的 很少有的 正式桃花眼 就是眼睛這樣 眼頭 這個位置有點凹了 眼比較長 看不見這個位置? 有點凹下去 這叫正式桃花眼 正式桃花眼 就不是招惹什麼三角關係 男女關係的桃花眼 是很多人都會喜歡 每個人都喜歡的桃花眼 真正的桃花眼 重點長最重要 還有這個高的拳骨配合 高的拳骨沒有用 最好是甚麼? 鼻腸和高的鼻腸 鼻腸而高就能夠鼻腹 有拳骨沒有用 我們說有拳骨 不可以像我那樣露骨 它是包住了 你看不到拳 那就是旺敷 可以旺敷和鼻腹 因為鼻狼高就能夠鼻腹 兩拳高和有肉 其實旺敷 變成兩樣都合格 是互相有作用 然後還有牙齒 比牙齒長 沒錯 這個特點 它很有貴氣 我師傅要出馬了 這次我師傅有說的 馬上揭牙的葉給你 此為骨魚 血旺乃堅 血衰則落 長一寸者智貴 雖然師傅誇張一點 長一寸者智貴 牙就沒那麼長 原來牙越長 貴氣越好 所以牙長永遠好 牙短 牠好像特別出名牙長 很少人牙齒那麼長 對… 非常漂亮 那下巴又兜兜 下巴兜兜 晚景無憂 晚景無憂 反而我看這張照片 就略嫌它有少少腮骨 現在不知是否它的樣子變了 我明明見它這麼多年 鵝蛋麵 是鵝蛋麵 不知是否這張照片的錯覺 還是相會變 我經常說 骨都會變 現在露了少少腮骨出來 人就比較喜歡獨立一點 因為臉圓就響呼呼呼呼 所以鵝骨比較有力的 就喜歡自己獨立自己畫室 嗯 但是看不看得出它 其實會有離婚這件事呢 如果從上去看 我就看不到離婚的特點 因為離婚有幾個特點 有鼻節容易離婚 對嗎 拳骨突露容易離婚 上唇卷縮容易離婚 還有眉頭很亂容易離婚 其實每一個缺點我都不見 那會不會在她老公方面看到 她老公方面的機會不大 因為我經常說 就算老公的相片都離婚到 如果由老公提出離婚 就由老公的相片看到 如果由老婆提出離婚 就由老婆提出 但是你知道現在 現代的人婚姻 真的是我都投降的了 很難看 其實他們是否絕配呢 那個相片都是 相片都叫做配的 因為一個就是面圓 其實面圓的就是朱玲玲 她老公就是面芳 通常面芳人比較熬 但她老公原來去到下庭 才開始行運 因為她上庭來說一般 中庭一般 鼻樑不夠高 眼睛不夠神 但是下庭很漂亮 下庭就是上唇 51至55 她人中很長 是吧 然後再落整個下巴 連上膝骨 全部連成一線 全部都很漂亮 所以一生人最強盛的運 是50至70